你好,歡迎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看一個標題 成語動畫郎 有一個叫駕途滅隙 這是什麼意思呢 駕途滅隙這個故事 是說春秋時代 進國想滅了一個輪郭,叫做隙郭 進國和隙郭之間 夾住了一個叫余郭的物體 如果你要去軍隊要滅隙郭,就一定要經過余郭 於是 進國走去跟余郭的國軍談 不如借路給我,堆壞了隙郭 堆壞了隙郭,最多分多少土地給你 余郭的國軍想想,一方面怕進國,進國是大國 另一方面左計右計,可能我也有好處 於是答應了給他借路 誰知借路和滅隙郭之後 一個回頭就順便把余郭都滅了 一口氣吞了,直接管理,容易管理 無端端說這個成語做什麼呢 這個當然就是現在跟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之間的形勢有幾許相似 現在 俄羅斯對烏克蘭形成所謂的三面包圍當中,其實其中一部分是包含了白俄 Bellerus 但這裡有一件事 就是 理論上俄國現在是怎樣通過Bellerus 給壓力 幾乎這邊 就是利用了一個演習 就是 跟白俄斯聯合軍演 聯合軍演是由2月10日到2月20日的10日 去軍演 好,於是 實際上 理論上如果一打完 即是一演習完 就應該翻歸了 你是沒理由長期留在白俄斯那邊 沒理由長期留在Bellerus 完了 所以其實他有一個deadline,這個deadline就叫20日 一過了2月20日 當俄國離開了 俄國的軍隊離開白俄斯之後 你幾乎就不是三面售壓,主要就是東面 東線那一邊 還有克里米亞 但是克里米亞這些地方 他在海那邊被英國海軍盯著 他亦不容易盯防 所以主要的戰場就變了 應該理論上就回鄧巴兩邊地區 但是如果是這樣,俄羅斯的談判籌碼和壓力就會縮小了 縮小了之後 美歐就可以拖著來玩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天天他們都說有機會要打 甚至拜登說 喂 這幾天就打了 原因就是2月20日 如果2月20日之前 他要動手就三面包圍 那他的鋼鐵紅樓 就算 最終俄羅斯戰略上可能都會輸 因為你打完之後可能要打韓戰 打其他東西 但是 至少這一刻 即是他都可以立即 即是你難聽的說 先把別人盯上 陷入苦戰 但是如果過了2月20日 他離開了白鵝之後 白羅斯之後 實際上他就沒有了那麼強大的壓力 他就只能夠 一線平推過去 沒有了包圍的壓力 就容易搞了 整件事容易搞了 好啦 但是如果 所以 首先第一件事 為什麼 美國窮 要披露別人的訊息呢 就是一路披露目標就是看著2月20日 如果一路披露一路披露下去 而讓你俄國佬 我的計劃 就算他聽到美國知不完 但是知不完都知一大決 或者知一小決但是他還知道多少 搞到我鼓鼓下不敢動 只要拖到過了8月 2月20日的話 理論上你就要由白羅撤軍了 撤了軍之後 你沒有那麼大壓力 美國就可以拖著來慢慢玩了 就是 越談就越沒得談的 就是會不會你談什麼 好啦 於是這件事很有趣 到底普京現在怎樣想 如果普京想保持對於 烏克蘭要有壓力 就一定要長期擺兵在白羅斯那邊 才不單止可以威脅烏克蘭 也同時威脅波羅的海三國 大家看看白羅斯在地圖上的位置 就知道什麼 一個國家同時通過 波羅的海三國 以及烏克蘭 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要道 如果拿著他就可以同時 幾方出擊 幾變都會緊張的 但是如果他撤走了之後 那幾變的壓力就不可以消除了一段 變成烏克蘭的壓力也可以減少 但是如果減少了的話到底普京拿什麼來跟人談呢 但是如果你要繼續留呢 好啦 那就有趣了 假設我不知道他找什麼藉口 總之他就留 他一直保持在白羅斯那裡 那下一水 美國的認知作戰就可以玩另一件事 那真的可以宣傳一下假途滅絕這種故事 喂 其實你是不是想吞 吞不了克蘭不要緊要吞出白羅斯先 即是 表面上當然人家仍然是獨立國家 一個主權國 但是實際上是軍事佔領 軍管你 軍控你 或者軍控了你邊境 那白羅斯就變了 也不需要盧卡申科主動 實際上白羅斯被人拼進去俄羅斯 即是已經實際拼進了 而盧卡申科 到底有沒有什麼可以說呢 這就變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 普京 我想這一次 入得白羅斯和聯合軍演當然有要求 甚至離開的時候會不會有猶豫 什麼叫有猶豫呢 白羅斯這些政府 尤其是 現在的盧卡申科 其實上次選舉是輸了 他只是靠軍方支持上位 你當半政變狀態都可以 如果是的話 會不會有些更詭異的情況 就是 到底白羅斯軍隊有多少是真的白羅斯軍 還是有多少到時換了一套衣服 其實就是俄軍 就是用白羅斯軍的名義 駐紮在邊境 會不會繞個圈來繼續放壓力下去 其實就是把白羅斯正式奪射 白羅斯正式奪射 白羅斯本來是附庸 但是附庸極 他還有一定自己的外交 軍事 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他雖然很參與俄國 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盧卡申科和普京也不是完全一致 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 盧卡申科當然是想做山寨王 但是普京覺得這個山寨王經常惹麻煩 而且在國內已經不記得民心 所以會不會用這種方式 變成實際佔領 他會不會考慮到盧卡申科這傢伙 反正壓不住場 又要我來幫忙 那就行了 演習完之後 其實難聽說 就不知為何 互換了身份 白羅斯的軍隊有一段 扣在白羅斯和俄羅斯邊境 那段是用來看著盧卡申科 俄羅斯軍隊其實已經放進去 白羅斯邊境 拿來對付烏克蘭 還有繼續做一些滲透破壞 古靈精壞的工作 表面上就沒有壓力 壓力好像小了 但其實偷雞摸狗 又是那些招數 不聲不聲其實繼續擺人 表面上就賣了人情給歐盟 亦都爭取歐盟向著他那邊去 因為現在由那個形勢看 對於歐盟來計 歐盟比美國更加急 美國可以拖的有些位 而且 我們分析一下 對於歐盟來計 麥克蘭就快來選 4月選 所以他很想快點 在烏克蘭問題上得到進展 如果他滑船是有進展 由美 俄羅斯遵守協議 而離開了 這個軍隊 離開白羅斯 他就已經可以去Kane Credit 蕭凌智也是德國的總理 而且蕭凌智因為他們是聯合內閣 而現在很明顯綠黨主導的外交事務 他們那邊是對中國要更強硬 而德國亦都已經宣佈了他們 政策裏面 中國是 主要的對手 和國範圍是次要 所以對於德國來計 先撇除了北溪2號的利益來計 至少對於他來計 他都想快點在白羅斯上面 在烏克蘭上面抽身 如果能抽身才能集中力量 去遠東這邊繼續玩下去 但如果他們傾向是容易妥協 所以如果俄羅斯做到表面文章 他們願意快快手手了結這件事 只要進入主導的行程 但美國就沒有這個空間 第一當然是美國全球佈局 而全球佈局當中也多了一個麻煩 就是 民主黨政府本質就固然固然 跟俄羅斯佬丁 但他們有更大的麻煩就是拜登本人 因為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 當時深陷了通烏門 裡面的不清不楚的屁股數 到現在其實就蓋住了 但是如果 拜登表現得太軟弱的話 分分鐘 到時就不只是醜聞 被重新挖出來 分分鐘自己會不會惹官司 你都不知道 如果他惹官司 惹在他副總統任內惹官司 當然總統有一定的immunity 但是如果惹到國會 借機彈劾他 而國會彈劾他 你不要想著完全不可能 共和黨一致 會彈劾他之餘 民主黨裡面的極左派 會不會借機會去逼供呢 因為 真正拜登在民主黨裡面 就算在眾議院裡面 他拿到的那條數是有限的 他最主要是主流派 Nancy Pelosi那堆來支持他 但是 因為他現在在國內推行的政策 不夠阻礙 或者妥協了 至少去到Elizabeth Florin 是不是真的那麼支持他 你已經是一個問號 AOC就更加有機會借機發難 就直接按他 所以彈劾 可以變成是兩邊 合起來一起彈 分分鐘未必不夠票 就算是夠票 你那個選舉 國會已經是不需要怎麼選 而拜登剩下的兩年 暗期就做得僻腳鴨 但拜登當然不甘心於做僻腳鴨 不是說他老人千歸的那款 他真的想做老人千歸的東西 他也有他的自己的利益 他的派閥利益要看著 所以如果是這樣 拜登就很難會在烏克蘭上讓 甚至要站得更加硬 因為要站得更硬 你才不會把拜登的事和他自己的事被挖出來說 你看看我站得這麼硬 我哪有把烏克蘭利益出賣 我現在也是明保烏克蘭 迫到普京上台說 所以他唯有認知作戰 他的認知作戰不斷地要宣傳俄羅斯侵略 俄羅斯侵略 同時 把俄羅斯每一部牌撬穿出來 撬穿出來等你俄羅斯也猜猜一下 你知道我多少東西呢 等你不敢行動 我懷疑 昨天說過的家餐 那些烏冬有怕做condom 但現在其實可以考慮到八俄會不會都變為condom 被人實際半軍管狀態 普京做這些半軍管狀態是做得很精明的 他不會令當地市民覺得好像被人 被人滅了國 但實際上整個政權 盧卡申科 他自己的那班將領盯緊 他自己的那班將領就由俄羅斯人間接操控 俄羅斯真正的軍隊換了一套衣服 變成白俄軍隊 住宅邊境繼續給壓力 但表面上就是白俄羅斯的軍隊 自己調來調去 動來動去 但其實單眼腦都知道 這個根本就是俄軍 會不會玩這麼變態的東西 如果是的話 美國會不會落藥 美國什麼叫落藥呢 就是 認知作戰上面 20日之前 就說俄羅斯人一定會進攻 因為這個要保持基庫這一邊 不要太放鬆 以及歐盟不要太放鬆 歐盟和基庫兩面 當然知道 20日 過了20日 普京正式來計 理論上無論如何都要切軍 因為演習完了 如果他切了軍 他沒話說的話 他很有動機在20日之前做事 而今天我錄這段是星期58日 時間很少 只剩下19日和20日 借地爾玩鋼鐵紅樓就已經在那段時間 如果再不玩下去的話 然後你就剩下東邊 鄧巴邊境 所以鄧巴那邊為什麼會開始有多少衝突 很有機會當然是烏克蘭分離分子自己搞出來 因為他也知道20日的事 如果20日俄羅斯走完之後 他們會不會含著呢 他們就要 想盡辦法要搞大件事 最好就搞起來打 俄羅斯佬 捲俄羅斯佬進去 拘捲俄羅斯佬去打 但由俄羅斯的反應 看得到很沉著 普京就很沉著 但普京的沉著裏面 都包含他的戰略困局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個戰略困局是真的 如果白羅斯就算他 我當你換了衣服 偷雞摸狗的 但你偷雞摸狗的畢竟就不是正式的軍事壓力 而只是陰招 陰招的如果現在在台面談不出什麼 因為你的壓力已經放鬆了 歐盟和美國就有權站硬 我想如果以普京的角度看 你想直接用軍事壓力逼出結果 現在是很難的 唯有拖著 在主要的程度盡量拖 拖到最好就是 表面上給一些進程 目標是甚麼 目標就是要令到 Macron和蕭凌智那邊有些舉起不定 就等他去勸美國 就算勸不贏美國 最好就等 拜登和 Macron和蕭凌智之間會不會有一定的矛盾 是不公開 但是暗中 DRIVE THE RATCHERS BETWEEN THEM 即是 塞一些怨氣 塞一些怨恨下去 讓他們兩邊之間有些少少分歧 這些分歧將來就拿大來玩 而這些分歧亦都可以倒轉頭 普京可以走回去找中國叫架 如果我動手我動到手的 我繼續玩下去的話 中國未必現在有興趣攻台 但是中國現在裏面都亂的 即是裏面都要選的 二十大搶椅子搶到瘋子 中國都很怕美國突然之間 給一些強大壓力下去 一壓下去的話 會不會令到現在 主席政團隊撐不住呢 會不會落其他東西 如果要保持著他沒有空 即是保持著美國沒有空 俄羅斯是其中一樣 保持著美國沒有空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不是一個叫架 回到美國 在拜登的眼光來看 他亦都不能很簡單 他的立場很簡單 美國的立場很簡單 現在兩邊都要撐硬 如果他烏克蘭不撐硬 他自己周身偽 中國這一邊他不撐硬 一樣周身偽 因為他之前跟習主席的關係非常好 未做總統之前 而且他的兒子和葉簡明那一大筆糊塗像 一樣可以拿出來給別人說 所以以拜登政府 本人計算就已經是沒得選擇了 還未算是美國國內的那種 民眾的情緒 對於中國極不友好也很肯定 所以美國就沒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甚至英國也是 尤其是自從中國在福克蘭群島插了腳進去之後 就更加沒有位置 英國在很多方面也是要站著 但問題就是歐盟 所以我會懷疑現在兩邊的 無論是美英那邊 還是俄中這一邊 他們的所謂認知作戰 某程度上除了目標他們國內人民做動員之外 也是在目標歐盟 普京一直說我沒有興趣 如果這件事美國一直沒有干預的話 以歐盟的那種性格 早就退了態 如果你說他們的所謂強硬都是表現強硬 實際上就開始決定 進入process決定 他不會要求他們撤軍 不會要求俄佬撤軍 尤其是如果歐盟把 中國視為主要矛盾 定義是 反為俄國是次要矛盾的話 他們更加會快快手手打算鬆 鬆了而且如果是這樣 有個表面上好像沒事 這樣就可以了 表面上好像沒事 實際上幾乎這一邊 無論是雷聞還是權貴 就會有另一些想法 我是不是要親死 企死歐盟那邊 當然 最好就是市場進入歐盟 如果美國一直不理 保護就是在歐盟和俄羅斯兩邊擺 俄羅斯也要燒幾住鄉 如果不是的話 天天在你邊境住宅你都不安 所以我想美國要盡力 要想辦法 令俄羅斯沒有可能跟俄羅斯聊得那麼近 美國也要站兩邊 英國也要站硬 英國也很難跟俄國人談 英國國防部有份報告 說明他們要保護烏克蘭的主權 獨立領土完整 諸如此類 對於這個來說 對於英國來說也是一種 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這不只是經濟利益 經濟利益也還次要 英國這個島國 但是英國作為一個島國 海裡來說是遠遠比陸地重要 航運上如果要通的話 克克就絕對要封鎖著俄羅斯的艦隊 不可以讓他那麼容易進入黑海 更加不要讓他進入東地中海 不然的話 就搞事了 現在因為 俄羅斯拿到克里米亞 加上聚里亞 實際上兩邊接受到 不過因為兩邊都很 搖搖欲罪 變成不是全面接受到 但是如果 俄羅斯將烏克蘭拿回 然後羅馬尼亞就可能很危險 大家看看摩爾多華 跟羅馬尼亞都在烏克蘭隔離 如果一路 一路順著勢去影響 黑海是他的 東地中海就自由出入 英國的壓力就很大 因為英國在中東有不少利益 如果俄羅斯能夠 整個東地中海 中東那邊會有大便局 加上陸佬 那你 土耳其又現在這樣的話 你剩下加上伊朗 以色列和 以色列和 沙特就會受到極大壓力 那你 你怎麼支援呢 如果波羅的海三國都被他接近 英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 又是不用玩的 很多東西就變成全部由俄羅斯包辦 問題也是因為俄羅斯做事很麻煩 我們以前做過生意 我們賣東西給 其實就是我們法國的客人 就要在俄羅斯動幾間廠 我們整套廠整套廠給他建好 然後拆散 好像砌積木一樣 下船 然後游船運過去 但是 當初我們打算量 由俄仙琦那邊上 然後穿聖皮德堡 再入莫斯科 走陸路 因為俄仙琦是自由邊境 上去之後我們 讓我們看看 在俄昏邊境這邊 比較鬆動一點 但是 算過不行 如果這樣很有機會 俄羅斯那邊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隨時扣關 俄羅斯那邊做事更野蠻 他一會扣你一個月 你已經暈倒了 一個月我們輸不起這些時間 所以最終簽約就很有趣 最終簽約就是 同一間物流公司簽約 我們不是賣給我們的法國客人直接 要通過一間 俄羅斯和法國人合資的物流公司 那間物流公司 專門處理這類型的出入口 然後 這間公司當作賣給 法國的那個公司 但是中途的所有物流報關就由那間公司搞定 那當然他兩邊是吃價的 我們是賺少了 但是你不是這樣做的話 你不用只意入得到 入得到俄國國境 如果我們想像一下俄國的影響力滲到前東歐國國 那你現在不要忘記 你可能英國和 烏克蘭沒有直接做大量的生意 歐盟也可能是 但是如果考慮到 17加1的地方 如果親了俄 然後邊境半開與不開之間 或者他不是脫離歐盟 但是他有些位置全部出述 你都相當濕制 因為俄羅斯的影響來得一大 令到中間這一大堆的東歐國家有離心 那你就搞不下去 那你對經濟的影響也很深 對安全的影響也更加深 難民的影響更加不小 那俄羅斯就可以 拿著一條要道 如果中東搞事 然後將中東難民向西一放就放過你 你怎麼頂 所以烏克蘭對於英國來的更加重要 對於歐盟來的歐盟就是因為自己手上沒有炮 同時 大家的政治裏面現在都是 打擊國內 打擊多於打擊國外 往往對於地緣形勢不太理會 那些選民 尤其是法國選民更加麻煩 他們可能緊張難民問題 但是他們不會想像 難民問題如果要搞得好 不是只要一口哄俄羅斯 你要設定得很清楚 好了 這個是 歐盟那邊的軟勒 就是美俄之間就要爭取 歐盟過來站那邊 但是我們一直這樣說 聽到俄羅斯好像拿了很多上牌 那又不是 美國現在玩的拖延牌 拖延過20號之後 跟著的壓力就倒下去 由俄羅斯手 因為這個壓力就是 你是不是先搞圖滅溪 你是不是先借一些衣服 如果你真的軍管八俄的話 那就有趣了 美國就看他做不做這一手 認知作戰可以擴張到白羅斯 因為實際上 這個盧卡申科 白羅斯的人已經很討厭他 他上次選舉是輸了 不過他不肯承認結果 死不下台 然後只是軍隊鎮壓 但是白羅斯人積了多少怨氣 你想想一下 剛剛那屆的夏季奧運 有白羅斯的運動員都出走了 尋求西方庇護 所以白羅斯其實都是一個壓力波 裡面 差在什麼時候了起 如果俄軍留下不了起 美國會不會玩情報戰 玩到白羅斯身上 把那個戰火拉進去白羅斯 因為如果拉進去白羅斯 煽動起白羅斯人 去反抗 出賣 白羅利益 的盧卡申科 如果他變成了一個 叛國者 還有多少人可以站在他那邊 這個也是 另一條戰線 如果是一扯到這樣 普京也面臨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普京的兩難 如果你全部吞掉的話 除了違反很多國際上的那樣之外 也作為一件事 你沒有什麼理由 因為 實際上白羅斯也好 烏克蘭也好 烏克蘭人也更好 因為烏克蘭人某程度上 還是有不少信東正教 白羅斯不是的 白羅斯不是信東正教 白羅斯是天主教徒 白羅斯跟波蘭納陶宇那邊 比文化更近 信仰上是近 你跟俄羅斯 那你一是就要割了 即是說 好像現在那樣 你在鄧巴 克里米亞 割了一副 起碼 把俄羅斯人罪居那一副割走了 但是如果你是白羅斯那邊重思古技 引起 白羅裡面的矛盾 然後俄裔鬼殺暗吵 他是保護俄裔為命 把白羅斯也分開兩半 即是分開一割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實際上剩下那一部分 就一定是勢死反抗俄羅斯 你不想爛錢也變成爛資 因為一個鐵幕又下來了 一個邊界就很明顯 俄羅斯能夠玩認知作戰 偷雞摸狗東西 能夠令到 之前 很多東歐國家還是左搖右擺 原因就是正正在於你沒有佔領 你沒有佔領就長期在別人的地方有民族矛盾 只要你宣揚一部分民族矛盾 再加上一些對於當地民生上的貪污 產權不清 寡頭的壟斷 古靈精怪這些東西 全部拿來說一大論的話 雖然你不能夠完全控制別人的政局 但你至少可以癱瘓別人的政府 所謂癱瘓別人的政府就是當人家的政府想全面親西方的時候 你有位置入 可以出術 出術去搞他們 令到那邊永遠都是左搖右擺 如果那邊這些位置左搖右擺 歐盟對他們有多大的信任呢 歐盟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始終在俄羅斯問題上就沒辦法團結 這樣對俄羅斯應該是足夠 但是你現在面臨的位置就是 要不就要這樣的東西 就是繼續保持現狀 但是你就會少了一張牌 少了一張壓力牌 在這段時間去兇到一個漂亮的結果出來 但是這樣就浪費了你一番的動作 搞完一大輪就回歸 當然他的壓力不是大到這樣回歸 就養衰到因此就不會下台 但是畢竟浪費了一張牌 同時又要衝醒了烏克蘭人的那種 民族主義的心態 但是如果你不走 白羅斯就開始不穩了 雖然知道現在烏克蘭的國防部長 和白羅斯的國防部長是有溝通的聊天 兩邊之間外長也有溝通的聊天 到底你想到底會是怎樣的呢 白羅斯那邊是世神劈員說他們會走的 我們演習完他們會走的 你放心 沒有沒有沒有不會打的 我們白羅斯不是參與在這件事裏面 不是說我有興趣來 把你吞一絕 自己有份分 我沒有份的那些事 如果世神劈遠到這樣 而20號普京不捨得而不走的話 你就會失陣 要麼就唯有走 走了但談判籌碼就少了 因為你對機負壓力就不是三面包圍 只是在單邊 除非白羅斯偷雞摸狗又是換了衣服 那班其實已經不是白羅斯邊防軍 那班其實就是俄羅斯軍隊 然後搞滲透破壞 又用傭兵方式去作戰 但是這種偷雞摸狗方式作戰 在這一刻來做的話 因為美國天天鬼散不吵的話 每個萬千對眼看得緊 一聽你的口音 怎麼不是白羅斯的話 那是俄話來的 原來你這班傻子裝作的 那如果美國配合了認知作戰 又把這張牌叫出來 那普京就真的退你也沒得退 就是說 偷雞摸狗招也未必一定有效 你普京就會陷入一個位 就是美國可以拉攏歐盟 你看看你這班傻子 整天想跪 想著又可以聊 他也是偷雞摸狗 信不過 天天鬼散不吵 那你變成了麥克朗呢 那麥克朗當然麥克朗就醜了 你搞不了 但是去到那一刻 麥克朗的選擇就少了很多 就是你一定要站到最硬 如果不是你就是一個軟脾脾的總統 你右翼那班人就一定攻擊你 用民族主義來攻擊你 你以為法國沒有什麼 那 你經常想著靠歐盟 但是我們法國人的利益去了哪 馬里已經切了 已經放了給俄羅斯 還有這個那樣的問題 難民問題你解決不了 你站到軟脾脾脾的 那個邊境不清不楚 那你怎麽選呢 你一用難民和恐襲這兩樣東西 然後說歐盟無能 歐盟處理不了任何東西 然後拿烏克蘭來做例子的話 這段時間很接近 這東西明確 那你沒有了 你麥克朗就不用選了 那倒過來就是 德國的新的政府 蕭凌智他們這個聯合政府 如果 左搖右擺的話 社會民主黨雖然是第一大黨 票多而已 但是他不跟 不跟綠同皇組成聯合政府 搞不定 綠同皇之間 難道現在你放軟手腳對中國又不行 因為你不單止開口派 而且德國境內 市民的那種 民意 都是 對俄羅斯沒有那麼討厭 對於這個中國很討厭 但是你現在這樣 你都搞不定俄羅斯 北溪二號又搞不定 搞得我們捱冬天捱季的 東西 那你又怎樣呢 那些壓力都是在他身上 尤其是因為社會民主黨 外交不管 但是內政 能源那些 他有份看 那你怎樣呢 這個聯盟會不會不穩呢 蕭凌智會不會變成一個 很弱勢的總理呢 他自己也要考慮的有些事情 但是 如果俄國佬真的不當他是傻子玩 結果就是他只有更加硬 因為之前已經軟軟了 原來又是被人當傻子 他就不能再軟下去 如果再軟下去的話 社會民主黨 都被人當成 和麥克爾的黨 即是機民黨 機 機民聯 機民聯 不可以叫機民黨 因為他不只是基督革民主黨 這樣的話 那你又站不住 所以變成 到那一刻就有機會逼到他變成超硬 歐盟就會超硬 我懷疑拜登政府 會不會是在量這些屁股 然後把壓力丟回給俄羅斯 俄羅斯要是你現在動 如果你現在正式侵略 就認了美國說的話 那就是美國情報超準 那就是個個都要靠美國情報 美國佬就乘機在情報上團結到 而烏克蘭人也肯定勢死抵抗 那你俄羅斯就養衰是兩難 就隨時陷入泥沼 但是你現在一退的話 你的壓力就沒有了 偷雞摸狗招 至少不可以在白羅斯那邊出 你只能夠在烏冬出 但烏冬出又是雙池格局 而且未必 因為這樣也未必能夠 令到你在桌面上拿更多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權行三種scenario計 跟白羅斯整個撤退 如果以戰略眼光看 是最合理的 就是說 沒辦法 你只有這樣才能令到歐盟 繼續有離心 跟美國不是完全一致 那你才還有一些 談判空間 唯有就等下年或者其他機會 至少現在要 不是在這個位置 你 兇多這兩天你都兇不下去 美國就天天都不吵 烏克蘭人也都已經完全精神上準備好了 你現在如果 當你做錯決定開胎 認完之後呢 你連歐盟都認機 全部都可以做WAR HERO 這次我想就搶著上來跟你打 因為兩個 一個就是剛剛新政府要立位 一個就是想快點連任 4月要連任 2月打 如果3月 到4月還是僵持 僵持就做戰時總統 他又可以坐下去 容易坐下去 如果不是的話 一贏贏了 大佬 威望高度不得了 這樣算是贏 擊敗美國和歐洲 那幾個全部全部搞定 美國就威到震 歐盟又威回頭 如果是威回頭的話 他就洗拆了阿富汗之肉 但是如果你說玩偷雞摸狗一樣 美國就可以玩情報戰 然後就要公佈 這些所謂白羅斯邊境軍其實是假的 全部是俄軍來的 假裝的 我想現在扣著這幾手 他既然可以叫多這麼多情報的話 後面不說那句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不出聲 看你20日怎樣 20日後就可以連這招都玩了 如果你邊境上還有活動的話 既可以說俄國佬不守承諾 然後就和白鵝那邊煽動白鵝人去反俄 這個又是一招 如果不是 他當真是腿 玩偷雞摸狗的話 又把你的偷雞摸狗的東西拿出來 就不需要有十足情報 有幾分情報都可以 那你普京就更加困惑 那怎樣呢 我裡面有多少25呢 就算不是25 應該是沒有25仔 但是美國的Sharvalis 是不是很難恐怖 你會不會做什麼都給他看 我打什麼仗 那等你普京就要你自己 你很快點上台談 談就隨便算數 你最好保持現狀 保持現狀呢 你今天繼續用你的偷雞摸狗 我承認就不會承認你烏東和克里米亞 但是 Defacto Defacto你烏克蘭政府都管不了 Defacto繼續模糊下去 你就模糊下去 對於普京理論上 這個是沒有辦法 幾個不好的選擇裡面 最好的選擇 Laser of Evil 因為如果是 Laser of Evil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至少他還可以繼續玩超限戰 去影響烏克蘭的政治格局 以及 一進一退之間 仍然可以夾著努卡申科 即是說我來一來 如果我一走的話 如果努卡申科 如果繼續受歐盟壓力的話 你變成我大哥有用 可以叫大哥再來 如果不是大哥長期軍管反而是壞 努卡申科站不住 白俄羅斯軍隊都會被 白俄羅人越來越討厭 你就糟糕了 那個情況的演變會變得非常有趣 就變成拜登的選擇最少了 最簡單 一尾棋牙 對中對俄都一尾棋牙 那麼會不會這樣沒有戰略靈活道 而將俄國逼到中國的陣營 暫時會 因為大家有共同利益要頂 但是是不是代表 動作會一致呢 我們看三國 歷史上三國時期 我們不要看三國演義 我們要看正史 實際上俄國和五國之間的行動 從來都不一致 雙方 對於俄國來的就簡單 因為俄國從來都只有抵抗 只有主動出擊 因為他是最弱的 如果他不主動出擊的話 他就會被人夾死 但是五國是最要落著那個 最不想落死的那個 如果有得偷雞摸狗的 但如果沒有得偷雞摸狗的話 那我就不太壞了 如果俄國 進攻 失利 而我剛剛才進攻 我進攻得來別人失利 結果原來魏可以把所有力量集中在那條戰線 我就含著 喂不好了吧 左想右想你算不定 所以五國往往是遲鈍的動作 不會願意先起兵 而是等你起 你動完我才再動 因為俄國當然要動就一定要動 但他當然想五國幫忙分擔貿力 所以往往就會叫五國動手 喂幫幫忙吧 所以他決定時機往往都要看五國肯不肯動 五國一點都不肯動的話 他自己就找不到魏國的機會 他不動了 所以就是這種你推我讓 所謂的三個我想沒水喝的那種的困局 大哥計過數 我動 沒好處的話 不如不動 而且我動不動要看五國動不動 到時候不動不動也要看熟國動不動 如果兩個大家都覺得對方不動 最終game theory的格局就是囚徒困境 大家都選擇 要跟魏國 不要動了 跟魏國講和先一點 不要動了 諸葛亮當然就比較曉得玩的 就是我先下注 我下注給你看就是我真的打的 你真的要相信我我真的打的我先打 但是你先打的那你就要吃壓力 五國就偷計摸狗了 但是 最終兩面都不會成 因為實力差大遠 所以如果你說俄中兩國 跟美國的實力相差那麼遠 而且現在美國總共拉攏歐盟和日本 那個形勢就會很不同 就是 他可以站得那麼硬 但是如果美國能夠在烏克蘭這邊 Defuse the bomb 或者能夠壓到 普經一退 那阿富汗的恥肉就洗刷了 起碼洗刷一段 對於民主黨政府去選國會那一段 就比較好 拜登的威望可以高一點 也容易站得穩 那可以為他兩年後 他不算連任或者另外有人 他可以做endorsement 那那個也還有機會 所以我想他會站得硬一硬 美國不會走 而且會用一些 比較極端一點的手段 對俄羅斯不是專門 你玩超限戰 我夠他玩 現在跟你一樣玩 天天跟你玩宣傳 天天跟你揭司抵你 現在我是瘋的 我等你娥佬想一下 我是一個變態女人 比港女的N倍 你小心點 我隨時瘋的 就是這樣 只是叫嬰兒 叫嬰兒 你嬰兒去 你都嬰兒到你暈倒了 聽到無管凍 另一邊對著中國就是 天天繼續找 找 傳媒也好 商界也好 走過來美國的中國人也好 繼續跟你玩認知作戰 也是搞亂你的局 只有這樣 你才 美國政府容易站在維持他的形象和威信 而維持形象和威信 你才有空間 國內內有些東西要處理 其中就是加不加息 也是一個處理 如果你要加息 就是預計經濟要受損 但如果經濟要受損 如果對外都是弱的話 你就真的被人乘機就被蓋你了 中國和俄國看到有機會就一定去盡 現在起碼俄國都心大心小 普京知道這次出事了 就是有些計錯數 沒有遇到美國和歐盟那麼強硬 還有真的有行動下去 也沒有想到澤連斯基這隻股客 可以叫得動 即是烏克蘭人 以及這傢伙沒有被他嚇到 其實普京這裏有些失算 尤其是他對澤連斯基的估計 我覺得他有些太藐視 這個澤連斯基 沒錯澤連斯基是一個古華仔 有幾分小醜味 即他是 紫華神的政治版 你當他 但是 這種人你也要這樣想 他這種人很多時候 你不想想 一開球他上場就先玩我 但是玩不行 當然國內的建設不多 但是 一個不認真處理國內的人 有時反圍在外交層面上可以出一些怪招 反圍可以找到空間 他玩這一手這一次反圍就令到俄羅斯失算了 變了有些進退圍谷的味道 現在的情形就變了俄羅斯要自己想 普京都要頭痛 怎麼做呢 我想對他來說最好他都是退圍 退圍就 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撤錯決定不退圍 或者通過換衣服 掛著白羅斯 牌的俄軍去再繼續搞事的話 有機會就會中伏 如果美國夠決斷的話 CIA可以繼續發放情報 或者通過民間傳媒也都可以發放情報 就是全部人看著你 有這樣的事情 這件事也同時可以嚇責中國 因為 俄羅斯如果原來他這個質疑搞不行 中國會有兩種 就是會裂開兩塊 以習主席的脾氣反而是很想打的 有些人很想威風 因為 如果普帝也搞不行 但是我搞得定我自己的部分 我比普帝更威風 以後我不用看見他頭痛痛 以後是普帝看到我頭痛痛 但是他那些年輕人不是這樣想 他那些年輕人就說 大哥 做軍人那個 美國的情報玩到這樣 他不是靠情報人員 他是靠各種網絡的 維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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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新 都可以組成結局 我們怎麼行 我們走的一舉又是給他看了 這場仗還用打的 就會有兩種這樣的想法 兩種這樣的想法 至少可以令到中國國內 都會有一種緊張局面 大哥 主上是想玩大 雖然他現在要煩 煩爭爛仔 但是如果有得 偷雞摸狗爺兩下 都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軍隊 實際操作層面的統戰 那些說 你主上你叫就容易 我做起來那個哪有那麼容易 你要贏兩次 大哥 我一人變了輸兩次 我不是人頭落地 我真的不肯 那會不會可以令到他們裏面有些分歧呢 這些又變成另一種可以打的超限戰 就是美國 這段時間如果 我沒有預計錯 不是預計錯 以站在他們那種立場去預計的話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超限戰 就是專系不斷爆了 最近玩大聲公 無論在中國和俄國 狂大聲公 一直大聲公 一直團結自己的民友 讓自己的民友有一種緊張感 會站在自己那邊 讓自己的國民也有一種緊張感 會注意到地緣政治的問題 轉移了他們 對於國內其他東西的視線 同時留出一些空間 可以 如果有地緣的需求 有美國人的利益 或者美國人的生活受影響的需求 我去按 通脹按到有一點衰退 我也不會什麼都那麼重 還有就是如果捱過了頭那一段 通常你肯定會頭大約有一年 有半年到一年 轉弱 甚至少少衰退 跟著一年平穩 如果臨到 2024年的 下半年開始經濟復甦 那他已經有牌子了 一個健康的衰退 然後來一個重生 然後美國有哪些產業有威過 我想他會打這些屁股數 在這裡 那這段時間人家狂用情報戰來玩 不斷叫穿了你的牌子 你又偷雞摸狗我又叫穿了 所以你不要笑我 我的情報部門沒有能力 我是有的 不過有些事情 之前我沒有留意 現在我留意 擺著心機跟你玩 然後把腐爛牌打回 打回好手牌 那如果俄國人 看不對勁 半縮半動 總之要黏著手 又不進又不退 在那邊看著 然後看著中國 於是壓力回到中國 那種博弈 那種動態 很有機會 開始展開 另一邊 同時要影響韓國的選舉 韓國選舉那一句 我猜是另外開個題目 即是有機會開個題目來講 即是這一次的整體 由烏克蘭這一邊到台灣這一邊 其實深分鐘燒了韓國這一邊 因為 南韓總統怎麼選呢 其實不一定是選友譽對美國有利 即是 哪邊 哪邊選到上都有他的麻煩 即是這個變成是 日韓之間的矛盾會不會激化 日韓又逆 上台不見得一定跟日本的談得來 這個都要注意 對於美國來算也是一個頭痛位 即是怎樣應付你南韓到時 會是怎樣呢 同樣地是好看他在烏克蘭這一劑的表現 即是如果烏克蘭這一劑的表現 靠得住的話 起碼那些跟你的嬌就靠得住 而且你真的做到了一個鐵幕出來 即是本來就不是鐵幕來的 但俄羅斯佬跟中國那邊進入了你的整體 計算就變成真的分開了一個鐵幕 分開兩個陣形的話 大家要選哪一站就容易了 就不會那麼多陷陷糊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次借個位去Escrew 我想有一雞可以幾尾 但當然如果俄羅斯也趁早就 跟美國人簽約 美國人有些位置就不出聲 但讓俄羅斯知道自己 不要亂來 那俄羅斯也一樣可以集中火力去中國 所以在整頓方面 中國後面要受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他怎樣也要受的 反而俄羅斯還有三張可以打 那就看普京怎樣打 這個家餐本來我打算講10分鐘 結果怎料他講了40多50分鐘 一貫超長風格 所以現在這個不是家餐來的 這個是正式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時間應該不是星期五 晚上是星期六晚上 閃正星期六晚上現在有時沒什麼好看 或者沒什麼好做就聽聽 說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聽歡迎大家comment.com share和subscribe 遲點再說 拜拜 字幕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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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後輯